這個泳池 就只有我跟攝影師是男生 然後後面全部都是穿著泳衣的女生 我是人生第一次 因為我連去海邊都 看到女生穿泳衣都蠻少 現在就是很多人都穿 嗨 很難很開心 今天呢 我們來到日本 澀谷這邊 我們要帶你去開箱的地方 很厲害的地方 攝影師前想要推薦 因為他住在澀谷 他說現在這個咖啡廳會有 就是因為他有泳池 這個地方是穿泳衣才能進去一塊 對對他只能穿泳衣喔 欸那邊有穿嗎 我以前說泳衣啊 我真的假的 我已經穿了耶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厲害的點是 它是最近好像才開門 冬天沒有開就對了 對聽說就是只有夏天有開 厲害的點是裡面的人都是在穿泳衣 對就是規定一定要泳衣才可以進去 所以今天就是帶大家開箱一下 算是一個新景點 好興奮喔 我覺得來日本蠻特別的 就是可以開箱這種地方 所以就是來拍一下 真的而且台灣沒有這種咖啡廳 那我們直接上去 然後我們進來這裡就是 很像一般的咖啡廳 所以一般人會找不到要怎麼走 從這裡 要搭電梯上去 對 到18樓 到頂樓 到頂樓 感謝我們的謙祥 謙祥 嗨 他是我們的地頭蛇 對日本那個專拍女優的 你講一下你拍過誰 我拍過很多耶 公司蘿拉也有 然後反正很有名的女優 前幾名的我都拍過 哈哈哈 然後前幾年還去拍那個 神聖悠雅的 神聖悠雅 哇很厲害 嗯 我不能說太多 會被打 哇 超多穿泳衣的女生 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 我們現在一進來就直接看到 一進一大美 很扯耶 這個地方太夢幻了吧 而且男生也太 這是 這是沒付錢可以看的東西嗎 這很像我們小時候打的 來幫我打一下 有一種被處罰的感覺 現在還有人在外面拍照 好屌 然後他會給 毛巾 喔他等一下可以換飲料 喔這要換飲料 兩杯飲料 對 然後他門票是 六千六百塊 所以有三個小時 所以我們從兩點到 四點三十分 他開門要感應這個 對 感應這個就可以開門啦 拖鞋 好的 然後我們進來 大家看一下 這些鞋子 這樣吧 都是女的 然後就只有我一個人是不行 不行 不行了嗎 對 然後聽 先想說這個地方 平常男生是不能進來 對 一定要女生來我們才能來 天空圓圓的 謝謝你帶我們來 你們很誇張耶 眼睛吃冰淇淋 我自己也超興奮 好多日本類型 那你現在到底幹嘛 我現在這個啊 看來都是空的 給大家看一下 男生的更衣是 大概是長這樣 其實還蠻乾淨的 然後我現在換上了一個 泳褲 所以應該男生也要穿泳褲進去 就是我 第一次到我的頻道 叫公開我穿用服 好的 然後裡面呢 洗澡的地方 這裡還蠻乾淨 然後蠻有質感的 然後外面還蠻漂亮的 帶大家去看 這個隨便吃 對 你要吃嗎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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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現在呢 要用這個券 然後等一下要換藥 然後等一下要換藥 藥 然後它的藥很可愛 它是用一整顆鳳梨 等一下要期待一下 好像在海島一樣 對 網美照時間 現在很尷尬的點是 這個泳池 就只有我跟攝影師是男生 然後後面全部都是 穿著泳衣的女生 我是人生第一次 因為我連去海邊都 怕女生穿泳衣都蠻少 現在就是很多人在穿 嗨 很難很開心 這我覺得很屌 就是原來在泳池 就只有我 跟千翔兩個人是男生 因為一般男生應該不會想來 拍美的咖啡 可是很屌 就是這邊是真的是 只有女生 對啊 而且都好可愛的 日本女生都好可愛 可愛 沒有你可愛 這邊景超美的 不是說最的景 是最的 也不是最的 是後面的景 超美 這邊拍照有很多道具 可以拍 然後 這邊陽光很美 靜也很美 然後它的 池 其實不會很深 就大概在 男生的膝蓋 鳳梨子 鳳梨子 先喝一口看看 好喝嗎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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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每個時段都有控管 像我們就是來三個小時 然後就可以換飲料 然後它又有酒精的 對 重點是這邊可以晚上來 因為它這邊晚上會有另外的氣氛 對 它這邊會有更光 對 晚上會有不一樣 然後也會有水 然後我們比較陽光 所以我們就要 下午來 下午來很健康 拍照比較好 然後我發現 你好像要做個挑戰 什麼挑戰 現在要去找一個 日本的女生 跟他們一起合照 因為我發現他們都蠻可愛的 就很日氣 交付給你這個任務 所以可以觀眾謀福利 真的假的 他們會跟我拍嗎 不曉 所以才是給你挑戰 有一個白色跟黑板 你剛剛有看到 三分比 這有白色 這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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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日本妹嗎 對 應該挺好的 可以啊 他是要找日本女生的合照 他是要找日本女生的合照 他是日本女生啊 他就是日本女生啊 他頭髮長 成功了是嗎 成功了是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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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這攝影師很屌 這個 這攝影師很屌 一起逆上 哇這太幸福了吧 Oh my God 成功了 成功了 新的 他說他是美國的混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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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們已經結束了 開箱完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就那邊就是男生很甜 然後 因為我看你一直在笑 會不會我這支影片一發出去 然後那邊變成說 有可能台灣男生會去 但是要預言喔大家 就是男生沒辦法單獨去 但找女生可能 一定要有女生陪同 那邊的價錢是 六千六百塊 對一個人 台灣大概是 一千五百塊 但是可以換飲料 所以我覺得這價格 以女生來說應該算是還可以 我覺得是超級值得 但是男生就是見仁見智 男生一定會覺得很好啊 因為那個裡面已經全部都女生了 大家都穿不穿 沒有我是怕說 我這部影片一發出去 就變成所有人都變男生 然後就變成他們壞錢 然後去看所有人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日本的女生 他們都會在很早之前就預約好 好的點是因為 聽說日本的泳池相對比較少一點 對 而且在東京市區裡面 泳池真的 算是比較少 就是你一定要去飯店高級的 或是旅館 要花很多錢才會有泳池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 來東京很熱 想要去泳池 我覺得在這邊很重要 對不對 只要在東京市區裡面 就是比較熱的時候就可以去泳池 不要緊 大部分女生想要拍泳池 那邊也是很好的點 因為可以拍到那個刺激 超棒的 然後那些燈光又很好 而且重點是水滿乾淨 很乾淨 然後又可以洗 然後又可以洗 又可以洗澡 剛剛這部影片有一個 比較不好的點 對 是因為有一些片段被你拍到不見面 就是他最後一段有去跟那個 歐美的 辣妹拍影片 因為他跟我說手機在那 你直接拿 你剛剛會幫我拍 我就拿起來 我就直接拍我 我沒有按開始 所以請大家以後不要找到這裡 然後剛剛有一個人 生日 我跟他講生日快樂 然後他也沒有幫我按 錄的 對 我抱歉是太緊張了 然後前傾 然後前傾 我下次不會了 這太扯了 我第一次遇到 再給我錢就好 給你多少錢 三十萬元 反正今天這部影片就是 大家要請你點讚 然後留言 要留言什麼 好想去 好想去 抽出一個你就可以去 對 但是你就自己去 但你要自己不前 自己不前 抽出一個讓千翔帶你去 然後今天多了一個VIP 可以無子進去拍照